2022年5月8日是母亲节 小黑在这里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希望你们能永远健康快乐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 我想为家里的一只小猫咪做一个视频 思来想去却不知道如何开始这一期视频 因为这只小猫咪横跨了我三年多的自媒体生涯 甚至说没有这只小猫咪 可能也就没有我自媒体事业的开始 它浸润着这三年自媒体视频的点点滴滴 它就是猫妈妈 大名咪咪小名咪咪 咪咪这个名字貌似是农村猫咪的统称 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猫咪的统称 试问养过猫咪的农村家庭 谁家没有一只猫子叫咪咪呢 三年之前小黑家里只有咪咪一只猫 三年之后我们已经拥有了小团子 小口罩小刺头小奶盖 外加咪咪五只小猫咪 还有林里一只外边猫园 曾经我们也拥有过花臂 二臂 小黄 邻居 但它们因为种种原因 已经不在了 咪咪凭借着一己之力 活脱脱的创造出了一个大家族 我想对于其他猫咪来讲 咪咪是伟大的 曾经有粉丝问过小黑 这么多猫你养得过来吗 我回答道 农村猫咪还好 田园猫不挑食 主要是天天找猫 因为农村环境开放 自由也伴随着风险 而这其中我忽略掉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么多的猫 如何稳定猫咪们的情绪呢 如何让它们井井又条的生活呢 这其中 我想咪咪承担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咪咪能让家里所有的猫子 都找准自己的位置 知道这个家里谁是老大 谁是老大呢 当然是咪咪啊 你还以为是我呢 可以说上到铲屎关 下到小猫仔 没有哪只猫咪 没有被猫妈妈捶过 貌似来咱们家的小猫咪 无论是土生土长 还是半路领养 猫妈妈都一视同仁 一手锤打 也就是猫妈妈的这种性格 她把家里所有的猫咪 都管理得井井油条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猫妈妈的眼神 也变得越来越和善了 哪天她回家 我开门晚了 我都感觉她想叨了我 女性本弱 为母则刚 我想这句话 形容母亲的性格转变 再合适不过了 视频的最后 小黑再次祝愿天下 所有的母亲 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